由台湾中华清宴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办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协办的 孙中山与航空救国专题图片展 14号在台北开展 中华清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 在开展仪式上表示 两岸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 应在各个方面继续加强合作 从新办飞行学校培养人才 到鼓励开办工厂制造飞机 近百幅图片资料 系统展示着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思想与实践 更让台湾民众直观感受 中山先生的家国情怀 与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你把历史的记忆从我们脑中完全去除的话 这人就失了根 没了魂 也许这就是有些人处心积虑要做的事情 因此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更多琢磨 来唤醒大家对历史的记忆 对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那份任务 那份责任 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振兴中华 中山精神更是两岸同胞 长期以来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 洪秀柱强调 历史不容易忘 两岸应在各个领域继续加强合作 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 大家都同胞 有共同的历史跟这种记忆 所以当然有很多事情 不只是这方面了 各个方面 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加强交流跟合作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